尊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澄澄 今天我和我妈和我爸要准备半年 是吧吗 半年什么意思就是准备过年 就叫半年以前的老说法 我妈现在在蒸馒头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熟视家里卫生和我爸 新年到春光好 鸟尾桃为我们保春香 快乐又逍遥 好开那烦恼 就像床庄塌 恭喜恭喜 幸福快乐又甜蜜 我和我妈在屋里干活 我爸在外边干活 爸你的饭碗怎么样了 很牢固我的饭碗 加固你的饭碗 小蜜蜜 10 1 2 1 2 2 2 6 硬山红花也开了 开的特漂亮 不过硬山红在屋里颜色会变浅 如果是在山上开花的话 它颜色是特别深的那种霉红色 在屋里开颜色就变浅了 然后花也没有那么大 不过依然很漂亮 这大馒头 其实平时我们蒸的馒头就不小 但是今天蒸的格外大 我妈说过年吃的馒头一定要大 又大又圆 团团圆圆 老人说二十八把面发 馒头蒸的大大的 来年浴宜的日子过的红红旺旺 到年三十把馒头还有鱼 隔锅里头压锅 这都是老门传下来 这会简单的 以前一进辣一天就得忙活 那叫半年嘛 做小豆腐 做大豆腐 烙煎面 蒸烙火勺 蒸馒头 蒸包的 以前一口多 咱们都跟奶奶他们在一块过年 老人多 好了 下锅 大牛头 两条胖鱼出锅 太好玩了 你蒸这么老了 嗯 和这牛头留着压锅 初一到初五 在那边讲 初一到初五 留着压锅的 就是留到最后吃呗 对 不是粘粘有余吗 不是这个饺子吗 不是牛年吗 蒸着牛头 牛 牛气冲天 下锅 你又和面干嘛 包点包子 晚上包包 我要吃